您先從這邊 那您進來我們的這個one note裡面 好 one note這邊 我用跟您一樣的 這邊 您進來之後我建議老師您先把 就是 因為有不少老師都是用什麼 訪客對不對 您先稍微更改一下您的資訊 您到右上角這裡 到最上面這邊 有沒有這裡是訪客 你把它按一下 這個三角形你可以按的 有一個叫編輯個人資訊 你把您的 姓跟名把它 改一下OK嗎 這樣我會比較知道說 是哪一位老師傳上來的 那您要佼佼 這個作業的部分在任務裡面 演習的講義 把它打開 有沒有成果一 螢幕錄影教材製作 嗯 那這個也是一個one note的特色 就是雖然它是屬於 這個部分是屬於複備功能 但是如果老師您在搜作業的時候 其實這個也是蠻好的方法 因為它會直接傳到哪裡 你指定的雲端硬碟面 好比如說我要成果一 我要點一下 好您就可以 直接按上傳檔案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先要求您就是 登錄一下您的Google帳號 應該大家都有Google帳號吧 有嗎齁 你就先登錄一下 那你就可以把檔案直接上傳上來 你可以傳一個也可以傳兩個 如果你有做兩個的話 你就傳兩個 這樣有沒有問題 可以啦齁 所以要麻煩老師先做一件事情 把您的這個個人資訊的部分 先稍微修正一下 把它變成你的姓跟名 那這裡改的不會影響到 就是如果您剛剛是用 所謂的社群的帳號登錄 不會影響到社群那邊的那個名稱 只有在one note裡面顯示出來而已 這樣OK了齁 來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老師囉